故事都要從不小心看這張照片說起 看著看著我就想 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用我的筷子鍋做出布丁呢 我們就來看看吧 首先你會需要筷子鍋碗跟湯匙 正東西用的增價 馬克杯 濾網 糖 一顆蛋 還有150ml的牛奶 接著呢把你的牛奶倒在你的筷子鍋裡面 加入一湯匙的糖 然後加熱攪一攪把砂糖融化 接著你需要一個碗 一顆蛋 然後把蛋打散 把加熱糖的牛奶倒進來 記得如果你牛奶很燙的話要分次加 不然你會得到一碗完美的牛奶蛋花湯 攪一攪之後呢 拿出你的馬克杯 架上你的濾網 然後把布丁一過濾過 讓你的布丁會更綿密更好吃 接著呢在你的筷子鍋加點水 放上蒸架放入你的布丁 蓋上蓋子 蒸大概15分鐘之後呢 打開蓋子 稍微讓你的布丁 放涼之後 冰到冰箱大概兩個小時 冰了兩個小時後的布丁長這樣 你可以自己決定要把它拿出來吃 或是放在杯子裡面吃就好 哎呀 醉了 然後就來試吃囉 只有加牛奶跟糖跟蛋的布丁 我覺得它的口感比較綿密比 統一布丁好N百倍 然後你看這哇塞 這光滑的切面啊 多麼完美 然後呢 它比較不甜 如果可以加焦糖液會更好吃 但是因為快煮鍋煮不出來 所以這邊就沒有加了 哇塞 你看這個切面 等等我換個角度給你看 你看這漂亮的質地不說了我要繼續吃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